總有睡好嗎 睡得很好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身影三十六個小時後 終於現身 整編人妻子陳佩琪 提油救火 自爆要以公務員身分 開人頭公司 原諒他了嗎 我們今天沒有 下午有記者 下午兩點有記者會 重複自演下午再說明 但柯文哲蠟燭多頭燒 被指控一系列的政治現金 申報不實 相信自己是沒有停擺的嗎 你們算我會話題去 我跟你講 柯文哲動情緒 不再好聲好氣 看來查賬也查累了 因為超過四千萬元的選舉募款 不只大筆政治現金 流入募可公關公司 在政治現金申報上 有三筆共九百一十六萬元 給尼奧跟十的公司 但負責人卻說根本沒開發票 早上台北市議員陳晴 更向柯文哲提告三大罪 黃珊珊打電話沒接 然後又傳LINE的訊息 已讀不回一天多了 請柯文哲這三張九百一十六萬的 正本發票 我認為他是全台北市 有史以來 可能第一個要坐牢的台北市長 質疑根本就是做假帳 多主人馬鎖定同件事 基進黨也派代表開告柯文哲 違反了政治現金法 他登陸不實 侵占了小草的這筆募款 把小草當成韭菜來割 我們奉勸柯文哲 你說過的一句話 政治不難找回良心而已 拿席與柯文哲的話 來反將一軍 北檢也出手主動分案調查 柯文哲在競選總統的政治現金申報 是否設不法 並交由減速黑金專主來偵辦 多見其發要查金流 柯文哲的假帳爭議 目前未完待續 聽語編輯的東卷 嘉明和你原宣 艾燒組台北超報導 主席他不喜歡聽人家說實話吧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認為 在民眾黨講實話 或是講不好聽的話 是很有可能被發配編講的 前柯文哲競選總部社會力組長徐慈稱 出面爆料 他在擔任競選幕僚一職時 就是知道有問題才會離職 科辦要辦得活動 但是卻用基金會跟民意去支出 這個其實不就是已經是一個 蠻大的問題了嗎 直指柯文哲競選太多事物有貓力 說李文娟這人不但是木可公司老闆 還是眾望關懷基金會的財務總管 秀出對話記錄證明 相關發票都要交給文娟姐 統整一下目前柯文哲面臨的爭議 包括木可公關公司授權金疑雲 民眾黨回應授權金是委託木可貸管費用 至於有沒有寄生在柯文哲競選總 民眾黨表示有待調查 另外巨額政治獻金疑似申報不實 民眾黨認為帳務處理瑕疵會盡快補證 另外簽證會計師和黨關係密切 也解釋對方因為個人因素已辭掉中央委員 而陳佩琪以兒子名義開公司 黨表示不是公職 個人規劃不清楚 柯文哲前幕僚科育員也爆料靖總的大帳房就是設在台坡大樓二樓的木可行銷負責人 營收狀況這麼好的情況之下沒有回捐就算了 竟然還用這筆錢可能去吃大餐也好或是去所謂的員工旅遊也好 那這對於現在這種辛辛苦苦捐款的這些小草們來說就是一種相對剝奪感 李文宗兄妹有義務要出來講清楚 不要獻你的好同學柯文哲於不義 禁總關鍵金流交給高中死黨 當中問題恐怕得向支持者說得清清楚楚 可不是按下F5就能簡單帶過去 柯文哲假仗爭議連環燒 現在又被踢爆登記在北市信義區的這間時間公司 去年7月才剛更名 短短三個月就拿了柯文哲千萬的宣傳費 怪怪的公司又加一了嗎 記者實際登門走訪 公司大門深鎖 沒人上班 這間叫做時間公司 2017年叫君宇 直到去年大選期間才改名 10到12月就拿到柯進總三筆宣傳費 共計1000萬元 公司承攬業務還十項全能 業務包含裝潢 花卉零售 不動產買賣等 記者也打了公司電話 卻是另一間會計公司 兩間公司是什麼關係 利安達則回應還在調查 只是時間公司官網也很簡陋 臉書粉專更是一篇貼文都沒有 但網紅四超貓肉搜連連看 粉專三位追蹤者裡頭有個馬來西亞賬號 好友的其中一位疑似就是粉專管理員 和民眾黨黨團主任陳志涵是好友 直指他和時間公司的關係不單純 這件事情我完全一無所惜 甚至我是到這幾天查帳的時候 我才看到這家時間公司的名字 我跟這個時間公司除了幫他上架影片之外 事實上沒有任何的關係 柯板不只好灑千萬宣傳費 就連新莊淨總裝潢費也是大手幣 過去位在新莊的淨總柯文哲哭窮 說只能找租金便宜的地方 實際上裝潢費就高達一千多萬元 對比藍綠對手猴賴都控制在五百和六百萬元 被質疑禁總才短短租三個月就撒了這麼多錢 柯文哲的金流爭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TVBN新聞花站森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民眾黨預計週三在The Lounge 舉辦草爐講堂 原本這場活動的定調是 傳說中的小草咖啡廳首次曝光 不過疑似是因為進來各種爭議 後來的宣傳就把小草咖啡廳悄悄拿掉了 或許就是因為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說想開小草咖啡廳卻違法設立人頭公司 就連向支持民眾黨的館長陳之翰也崩潰大探 陳佩琪夫人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寫什麼東西嗎 你貼文的時候到底有沒有用腦袋去看 用馬戲好了 我是拿著 拿著家底 跟你們走 用詞超重直播開嗆40分鐘 柯文哲近期各種爭議 小草都看在眼裡 心裡真的急 小草群組中有自稱小草的人說阿伯不是 曾經的阿伯被報這麼多事都有證據 不知道怎麼幫忙講話 不想再盲目追求 因此決定退群 民眾黨會焦慮啦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在等待柯文哲主席 他要去查帳 他要開記者會告訴這個社會 民眾黨支持者坦言不焦慮是騙人的 畢竟8月6號就被爆出目可金流爭議 但民眾黨第一時間撇得一干二淨 說都有申報 8月9號甚至反咬文總由政府總統擔任政府會長 指秘書長拿下總統府標案同樣是左手轉右手 文總回應都是依法辦理可受公平 而直到8月10號民眾黨才道歉開始查帳 看來民眾黨出這招想自救是否有成效 外界打上大問號 陷入假帳風波的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是被活動傾銷公司尼奧以及時樂聲稱 根本沒收到民眾黨所申報的3比900多萬的支出 而這兩間公司涉及都是為在台北市內湖區的 成功路上而且負責人都是同一人 負責人戴立林是知名導播 不只曾經替柯文哲辦演唱會 更傳出和民眾黨立委黃珊珊交情匪淺 不管尼奧或者是時樂是不是黃珊珊友好的人 我認為黃珊珊她應該要代表競選總部出來 發言出來說明 過去戴立林曾經替黃珊珊製作競選影片 更在她身陷好心肝疫苗風波時逆風力挺 如今卻疑似撕破臉 發聲明踢爆要求民眾黨說清楚 前黨員吳靜宜也在發文爆料 尼奧時樂是山友友 更說真正有問題的就是當時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總幹事黃珊珊 直至黃珊珊跟眾望基金會董事長李文宗 兩人才是會計作帳的關鍵魔法 身為一個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一定都會知情 在勤還的流程上 預算說明的這個部分一定都很清楚 不過黃珊珊至截稿前 人無回應倒是事發第一時間 這麼解釋 帳戶上面有很嚴重的瑕疵 這個部分也很抱歉 把種種複雜關係歸類帳戶上瑕疵 但這看在曾經友好的戴力林眼裡 恐怕不是滋味 找來議員幫忙發聲 這戴力林女士她有找我陳情 就是她查過 他們公司沒有開那3比913萬的發表 指控這900多萬可能是未造而來 國民黨議員鍾小平更要在12號 到北檢控告柯文哲 基地黨高雄黨部執行長也線上向監察院檢舉 畢竟要證明柯文哲的清廉與否 得先釐清這些錢到底流向何方 TVVN是李明輝 中文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